今天的抗疫方程式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很多民众确诊之后 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喉咙痛症状 台中荣总医院的副院长就分享了 他确诊的时候 喉咙痛到连吞口水都很痛 后来除了服用止痛药 止咳药还有清关一号之外 他想到了家里头有病人 送给他的有机丧肾原汁 他就加冰水喝了两个星期 又一边服用乙烯氨分类的止痛药 结果喉咙痛的症状缓解 在隔离期间 他还可以透过视讯会议处理医院大小事 甚至参加线上演讲也没有问题 而这招真的有效吗 来听听他怎么说 酸酸甜甜的浓缩果汁 搭配冰水一起喝 这个组合可是台中荣总医院的副院长 确诊时喉咙痛的解方 那因为伤症本来在中医里面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 然后也可以抗病毒 它可以保护黏膜的免疫力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 因为那时候喉咙很痛 所以我把那个伤症的原汁 加一点冰水调完之后 喝了觉得喉咙跟全身 都觉得舒服很痛 副院长上个月确诊后 症状一开始是咳嗽 后来喉咙越来越痛 除了服用止痛药止咳药也尝试清关一号多喝水 当时家里又有两瓶有机桑胜原汁 他试着加冰水喝了两周 也有一边服用乙西安分类的止痛药 结果症状缓解 原本喉咙痛到连吞口水都会痛 后来已经恢复到可以线上演讲 但也有中医师的看法不同 认为伤症指甲冰水效果有限 还有药师建议以西安分类的止痛药 可以暂时缓解疼痛 但少了消炎作用 每个人适合哪一种药方 还是要看个人状况 请易事评估 记得学姐林一新台北采访报道